时间就只能处理后事了 结果呢就没治 没治怎么办呢 后来他的父亲呢 因为跟当时跟吕正操 吕正操呢也是将军 他就管铁道部 他说我们柳州铁路局呢 有一个这个 这中医 这中医就是大家都不信 但是他能治 那就死马当活马医 就把他请来了 请来说给他吃的那样 他吐的 就不堪忍受 但他活了 他到他活到什么时候呢 他活到一百岁 哇 结果他活到99岁那年的时候呢 全这个现在 他是江西省军区这个政委啊 他已经不归江西省军区了 归南京军区了 当时南京军区呢 就说走过长宗的红军 就剩唯一的硕果仅存 活过一百岁 大家都都有好处 立功 所有的这个医疗人员 全上去 他就是倒不过来了 他不过来怎么办呢 又请中医了 就这时候 这中医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说他所有的药 不管中西药 你必须得给我看 看完了以后 他就说这个去掉 这个去掉 去掉了多微药以后 他活过来了 他实际上很简单 就他体力扛不住这些药了 你老怕他死 你就上各种药 他根本扛不住 那些药已经开始不起作用了 所以他用减案法 其实他没做这种 就是传统医疑的治疗 他只是把很多东西去掉了以后 他就缓上来了 缓上他活过一百岁 你就知道中医的理论了吧 他有时候 他是以不治来治你的病 就是针对你刚才那个 如果他不问 他能不能回答 那个诊断你的病情 这件事情呢 我告诉你 我自己的个人经验 有一年 好多年以前 有一次我跟一帮朋友 到泰国去 然后呢 就有一个泰国朋友 就叫介绍一个 所谓的那种中医的仪器 那个仪器呢 基本上它是 就是帮你把脉的一种机器 它不是用人来把脉 它用机器来把脉 然后呢 机器没法跟你对谈呀 他也不能看你 也不能闻你呀 他就是 就是测量你的脉搏 测量完之后呢 我必须讲 粗浅 就是说那种 只要是认识我的人 都知道我有的问题 我胃不好啦 我的精神 神经衰弱啊 就是这种 很粗浅的东西 他他马上告诉你 你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地方 可能有问题 你要小心一点 这样子 比较好玩的是 你知道泰国很多 变性的朋友 我们重行的人里面 有一个 是变性的朋友 就是他已经 很多很多年了 他根本就外观 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他量完了之后呢 那个来解读的 那位医生说 你有一些 可能就是 可能腹腔 那个地方 反映出来的东西 都不是女孩子 正常应该有的 那种脉象吧 就那个机器 就反映出来了 所以 我觉得 你知道就是 而且啊 还存在一种 中医的思维方式 这个就更是 跟中国人呢 你知道吗 他很直观 我们特别容易相信 比方说 你睡不够了 你吃辣椒吃多了 嘴上长泡了 那么 就有火 发作了 这个 但是 照西医今天的科学看呢 它可能来自于 某一种细菌感染 或者某一种什么病毒 就中医的这一套 你发现没有这种 阴阳啊 这个 这个清火呀 这种思维方式啊 我们听上去 特别容易接受 你比如说 那天就是给我看病 这个中医 哎呀 就跟我讲 说 我跟你说 这个中医讲的这个心呢 和西医讲的那个心呢 那个天差地远 说中医讲的这个心呢 就像是 中医讲的心是太阳系 西医讲的这个心脏呢 只是个地球而已 而现代中医说的这个心 要是跟古代中医讲的那个心相比啊 古代中医讲的那个心 那是银河系 你这个现代中医讲的 你就是一个太阳系里的一个什么 尘埃 好 听了 感觉很受启发 而且呢 他教 说你啊 这个他发明了一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可以普及 就是你也学不会太极拳的话 但是挺好 你看 他就 他教我怎么做呢 哎 左升 右降 左升 右降 你看啊 画圆圈 然后那个灵须顶尖 头上啊 这个地方就像牵着根线一样 灵须顶尖 你知道吗 左升 右降 你看 他说你看 一切都是圆圈 宇宙当中星球转的轨道 那都是圆圈 中国这个古代讲啊 颜值以为气啊 这颜值是什么东西啊 值就下面这轴 颜就是转这个圈 他说你看我这手圈子 画圈 尤其到这个地方 往下落的地方 这是什么 这是甲骨文的羊啊 甲骨文的羊 哎 你看 你听着觉得很入神 对吧 你想 甲骨文的羊又怎么了 哎 他就跟你讲 甲骨文 你们没认识到 甲骨文呢 是远古的人呢 修行的符号啊 这说的 说的有点软 不是 他说的很好 对吗 但是我就 这就是 我就我跟你说 这就是中医给我的感觉 他不大精神 可是真有事啊 我还是先找西医 找完西医 我再找中医 就是 中医的 我我认为中医的 最好的一点是 它是调动你人体的一个积极性 就人呢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化学机器 是一工厂 那么他怎么能积极的为你工作呢 他中医可以调动你 你比如说中医的最简单 我们知道 就比如这个拔这个火罐 针灸 这些东西呢 好像看着是不治病 你说你在身上弄一火罐 这算什么事 但是他每当拔的时候呢 他就可能形成了某一种外界刺激 调动内心的一个积极 就是他体内有一个 你不是你一直控制的一个积极性 这样他体内很多东西就会 就会产生变化 比如你胳膊疼 我前两天也是被空调吹 空调吹头上一棚子聊天 聊完了你这胳膊就起不来 因为空调从这边走的 那怎么办呢 你要说到西医那儿啊 最简单的让你马上不疼 就打一针封闭 保证你也不疼 要不然就吃点止疼票 什么分泌疼之类的 他不治病 我一直认为西医的大部分药 是在控制病 你比如打胰岛素 是吧 你治病不治 但是你肯定能很优良的活着 但你一不打 马上就完了 质量就下去了 从头到尾 从生打到死 这就很可怕 他是在控制这个病 我们希望是把这个病 什么叫治病 我的概念就是说 一旦我把手段取消了 就好了 这叫治病 如果我手段取消了 我回去了 这等于叫控制病 我们现在是大部分在控制病 就像红斑姓郎仓这个病也是 红斑姓郎仓 他西医的话 就只要能够控制住 他就算是救了你 但中医的话 就很多中医就说 这个其实是可以医的 很难医 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 但是一定是可以医的 所以中医永远给人以希望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变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杰明舒适 一路零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金智宗珠宝为2011凤凰卫视中华小姐 环球大赛后观赞助商 幸福女人钻石系列 成就美丽梦想 这个你知道就现在很多忽悠的 也是从中医的很多思维方式里发展出来 比方说最近大家都在说的那个什么 吃泥秀的 吃泥秀能治病 后来我就发现呢 这种忽悠的不光是这个东方 西方也有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养生 这个庞大的这个养生的这一套 但是呢 这个西方有西方的范 西方的范呢 就是药片 你知道吗 维他命 这个最先一期的 这个这个这个 美国的这个这个这个 Time Magazine 这个这个就是时代 时代杂志 登了一个东西 我认为很重要 他们跟我讲 说有一个记者 这个记者 我啊 维生素我也在吃 我现在每天吃 什么都吃 吃很有名的 这个往中国人 很多人都在吃 美国的一种 就是维生素 很多很多药 这个记者就说啊 说的神乎其神 这个记者就是发了这个事 说我吃五个月 请人给他设计 说他缺什么缺什么缺什么 而且呢 咽血 五个月之前咽 五个月之后咽 然后呢 他还访问了这个公司的老总 等等 他就写了这么一篇报道 就说这个东西 最后咽血的结果表明 他吃了五个月 足足的吃啊 除了他的这个身体里 大概是维生素B吧 还是B足维生素啊 稍微高了一点点之外 没有任何变化 然后呢 他说 但是他就讲啊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变化 是我在吃的这个期间呢 我每天早上起来 都觉得自己像头狮子 他说确实 我有一种很强壮的这个感觉 而且呢 胖了大概是十磅 还是还是十五磅 因为他就说 因为相信这个维生素 吃了之后呢 他就不注意别的了 锻炼啊 或者是什么 他要是增重 他确实有一种心理的这种这种作用 让我强大 让我强大 他说最后采访这个老总 这个老总终于也说 说当然 我们这个维生素并不能代替 你有病去看病 到医院该吃什么药 反正这记者最后得到的结论 就是说你最好还是吃鱼 好过吃鱼油 你最好还是吃这个天然的蔬菜 天然的食物 好过吃这个维生素 吃这个维生素也不会吃死你 可是呢 你要说他有多大用 就是我自己亲身吃这五个月的感觉 但我看了之后呢 我就决心了不信他 但我还吃 他跟治病是两个概念 我们现在中医为什么吃亏呢 因为中医的投入特别低 中医的就是投入可能是西医的5% 那你今天想让他对等去治病 是不可能的 再有今天的人的生活节奏太快 就是有了病先到西医 先不疼了 先不难过了 过去了 赶紧就上班干什么 要应收很多事 过去你没有 你没有西医的时候 一百年前没有引进西医的时候 那中 人都是靠中医治病嘛 对不对 依然能够 就是依然能够治病 不是说中医就不能治病 我们今天是什么呢 就是 西医认为不是病的病 中医治 比如做梦 倒汗 是吧 脚臭 这都算病 中医给你治 还有一种 就是西医派你死刑 直接就奔中医了 只要西医说 这病我治不了了 你等死吧 他马上出来 就找中医医院 在哪 他因为他还是觉得 这有可能把我治好 其实你刚才讲的 那个我觉得是一种 安慰剂的作用 对 西医也给病人吃安慰剂的 因为有的时候 他认为你真是不用吃药 但你自己觉得 你很需要吃药 所以你就要吃安慰剂 但中医呢 你刚才讲到 这个所谓心病的问题 你知道很多中医啊 他们自己同时 会研究很多的佛经 像我有个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你等一下再来 因为现在我要先念完 药师佛经 我要先念三回的 药师佛经之后